再来看到大专院校的校规明定 学生参与游行必须经过校方同意 这到底合不合理呢 接着学生们要求教育部长蒋伟宁 要多关心校规违线的情形 而蒋伟宁也出面回应 表示教育部已经发文到各校要求改善 部长请用心 学权要关心 学权要关心 学生手持抗议标语 因为目前全台还有83间大专院校的校规 所以规定学生未经许可参与股动学潮等运动 就要被计大过处分 明显违反宪法保障人民集会游行的权益 学生中午聚集在教育部门口 要求部长除了多关心哪些学生参与活动外 也应该多关心校规违线问题 在校园里面压迫学生宪法自由权利的一个规制 我们其实已经二度的在教育部 来提出我们的诉求以及承请 我们没看到教育部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善 以及任何的措施 对于学生的诉求 教育部长蒋伟宁特别出面 面对面接受学生的诚情 强调已经发文到各校要求改善 也收下学生的诚情书 而对于日前发文关心学生引起的争议 蒋伟宁再度表达检讨之意 认为行为确实适当 我们的同仁确实在作为上面 之后在礼拜四等大家都散去以后 才做了那样子的一个关心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我们在时间上跟在方式上面 确实有不当 我说我愿意的道歉 是因为确实我们善意的出发 造成了同学的压力 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 不过蒋伟宁与清大学生陈维霆 在国会殿堂上的对峙 还是语波荡漾 清大在第一时间发出道歉声明 引发多位师生串联抗议 清大主秘也坦承有疏失会致情处分 但清大教授李嘉童上午演讲时 人重申学生的礼貌问题 看来正反两极的辩论还有得真下去 有点TV红彩凌晨TV台北报道